小夏 二十大有多少人參加的? 所有人大政協 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 中央委員會 不是 政協不關事 它是黨代表 各地的黨選代表 一、兩千人 我要查一下原來的數字 我那次看到有幾次好像北京很旺 旺得不得了 人大那時旺 兩會那時旺 人大政協兩會 這樣有四、五千人 它好像每次開大那個之前 兩會之前好像要開一開的 它三月份是兩會 三月份是人大政協兩會那時 北京就很旺的 而且守得很嚴 九月份左右是黨代會 五年開一次而已 黨代會全國有多少代表 幾千代表 我不知道 要查一下數字 不記得了 看來有兩會 兩會那裡已經有很多人了 兩會 然後正式人大 正式人大 二十屆人大那裡會有幾千 不是 黨代會 黨代會 我要查一下幾千名代表 都是全國國地選出來的 他們說開那個之前還要開一個 第七中全會 可能 它現在是七中全會 它中央全會 它應該會開的 但是呢 接著它是這樣的 舊的中央委員開一屆全會 有些討論代表大會的事情 接著代表大會完了之後 新的中央委員會 又要開一屆全會 所以就看著黨代會發了那個公告 那些什麼講話之類 接著最重要的就是看新的全會的公告 它就是說二十大開的時候 是新的中全會 不是啊 不是啊 二十大要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嘛 哦 那時候選出 明白 黨代會 黨代會 選出中央委員會 所以新的中央委員會就要開全會 哦 選中央 之後再開 是 真的 它應該黨代會 我如果記錯大家糾正一下 我就知道 它應該是這樣 各地黨代表 開了這個黨代表大會 黨代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 中央候補委員 應該是中央書記處的那樣 那就跟著開全會 全會就選出那個主席 那些政治局 產生政治局 領導那些班 所以是全會是跟著黨代會開完 馬上開全會 這樣的 那就產生新領導班子嘛 那七中全會是差不多最後一次機會了 如果 不是 它最後應該是這樣 你要問黨外的專家才行 我是憑記憶說的 應該就是它以前的全會 就是開一下 就是說二十大的進程 就是表決一下那些議程 一二三四今天做什麼做什麼 三日大會這樣 或者幾日大會 忘記了 離開中國太長 忘記了這些事情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代表大會選出那個中央委員會 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之後呢 那屆中央委員會立即就離開會 選出那些 所有政治局 那些主席 書記處 那樣出來的 那現在最有機會再將一軍是什麼時候呢? 二十大咯 二十大之前 二十大可能太遲了 那些人可能之前還要多動一下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些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之前有一個七中全會 七中全會就是差不多是最後機會了 因為二十大很可能 你知道現在中共的全會是按照 收聯的方式來做 我現在記得我自己在那裡九大、十大 十一大我出來了 我忘記了這些 差不多是代表大會上有這個工作報告的 那個時候你要看到 黨外的我不是那麼清楚 有時間你去問黨內做過代表的人 你今晚看到 你黨員都不是 我什麼都不是 我什麼都沒進過 但是我做新聞記者我記得一些事情 你看到那些做過代表的人 差不多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人 現在中央委員我一群同學都在 你問他們 他們經常跟中央委員有來往的? 不要問我 看我們中國人那種做事的方法 中國人做事的方法 這次陸中全會挑戰他就是正常的 就是一個開始挑戰 我估計中國人做事很穩陣的 不會等到二十大自全力出擊的 那個風險太大 所以現在到二十大當中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樣會受到挑戰 就是習近平一樣會受到挑戰 這個是我估計中國人的行徑做事的方法 沒有人到最後才出手的 要出手的話 現在有機會出手 當然成功失敗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最後一擊 最後一擊我估計是現在和二十大之中間 那就很多輿論的了 現在的文章 滿天飛的 所以看看到時候 我有些事情不是樂觀 就是說這樣下去 我謹慎樂觀 就是黨內的人都受不了這一套 受不了 我們在這裡隔外官火 他們在裡面又不能說 又被人逼我 很慘的 他們那些是受害者 我們那些只不過是風流在這裡 在說風流話而已 好啊到時候看 到時候跟大家分析 壓力不得了的 你想想他們多少壓力 群眾有群眾的壓力 接著他們之間又有鬥爭的壓力 上面 習近平一派 另外一派 有一件事我想問問你 當日 胡錦濤呢 就很支持習近平 開始的時候 是吧 連逼人都給了他 連中央軍委的主席那個位 都給了他 那時候 我猜是他勸李克強 不要出聲了 因為李克強是他 他是他的馬 那時候這麼配合 在哪些事情 現在令到全派 都差不多 集中起來 對付習近平 好 習近平 原來就算他做過這些 做過福建、浙江那些 那些 那時候他挺低調的 習近平就 就是 廣東人叫裝豬吃老虎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那麼出頭 那時候你知胡錦濤他們上去 胡錦濤上去 就一句話 不折騰 八年在那裡 大家不動 什麼都好 他呢 是想著又不是那麼動 那些人 沒有那麼大野心的人 那些人 好像薄熙來那些人 還不行的 還沒開始就先做 所有事情 你的政策很明顯 習近平是一個 大家都認為他是弱主的人 所以他想著他繼續 他的不折騰 這是他的道理 怎麼說呢 中共以前 毛澤東 然後 他的第二把手 真是不得好死 那種 那鄧小平 這樣下來 江澤民下來 選了胡錦濤 這些藥主 黨內 就相對平安 你知道他們這些人 沒有背景 胡錦濤這些人 你想他自己 最好找個人上去 你以後不要弄我 我下台之後 在家裡 大家都待平安 就算了 所以呢 他選人 有一種心理狀態 都算是 對他們 胡錦濤家裡也算平安 他的兒子 胡海鋒最近做了什麼 做了事 做了事 好像上海 做市長 總之 都是給你們一些好處 他有自己的考慮 但是沒有想到江澤民 沒有想到習近平上去 還弄回毛澤東那一套 嚇死了 現在你看看他最近 那個二十多歲的時候 那個文章 那看來他是真的 是真的 心甘情願這樣做 他不是在那裡 他二十多歲 那些事情是官方的事情 你找回我當次出來 要我寫 我也是這樣寫的 你填表一二三四 你填了 你做了什麼 我向貧夏中同學習 一二三四 全部都是官樣文章 都是沒有什麼 不過有些不通的字 那些字寫得狗爬 那些說話 有時候不通的那些 唉 沒有辦法 各位 我們再去收集多些資料 就今天是禮拜天 天天 天天也是我們 希望多些事情 和大家聊聊 不過現在的形勢就好 非常之緊迫 有一點緊迫 看起來 就非常之有看頭 好 各位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你們這麼多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